台湾CanHelp的口号 记者纵毫不倒 防疫时期医护人员当然是最辛苦 台北市这间网美系的餐酒馆推出了优惠 向他们表达建议只要医护人员出示诊件 就可以享有七者优惠 而且店内所有顶级食材 包括了鸭干鱼子酱等等餐点都可以认点 还有时尚餐酒馆也寄出了优惠 买口罩产能持续维持高档 不过口罩实名制松绑 指挥中心仍然不松口 目前想要自由买口罩还得再等等 不过口罩外销时间却已经排上时长 陈时东透露说不会等到六月底 也就是说再一个月国外就能够买得到台湾口罩 美国家洋伦基市中心 这回传出了严重的火警 起火点临近是有小东京之称 全美最大日桥集算中心 现场爆炸声不断 火势蔓延多栋建筑 当局一度发布为重大紧急事件 而提火中心是一座大麻提炼油厂 所幸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不过也造成了11位的消防人员 尽重生 独家消息还要来关心台中大理这座溜冰厂 距离河道只有短短30公尺 去年520这一场暴雨 溜冰厂整个被阴掉 被戏称是溜泥厂 不过时隔一年 市府加装了挡土墙移动式的栅栏 不过排水效果仍然不争 下雨就会积水 让民众很担心 迅其没雨季的暴雨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坏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护栏 如果真的下雨 民众想进去 还是可以往里面去 这座高摊地的溜冰厂 距离河道只有不到30公尺 但是整面溜冰厂上面 却没有任何挖设排水孔 或相关的排水设备 没有任何的工人正在进行施工 随时瞬间暴涨 工人逃生不及 受困怪手上大约20分钟动弹不得 当时的处境相当惊险 甚至救援的同时 三个人站立的怪手 还逐渐的下沉 真的是下会所有在场的人 带您知己 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听新闻 您好 我是刘云秀 赶快先带您来关心 记性的气象消息 目前来看的是原本的黄蜂台风 已经减弱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好 它的位置呢 是在鹅兰比南方海面 向东北移动当中 时速30公里 特别提醒呢 这个在台湾东部海面 还有巴士海峡 航行的作业船只 要特别的留意 好 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 就是下个礼拜 美与封面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台湾 先来看到明天晚上 这道美与封面就要接近 礼拜二的时候 北台湾雨势会相当的大 另外到了礼拜三 中南部雨势也开始非常的大了 礼拜四到礼拜六 这道封面呢 会在南北之间摆荡 而其中礼拜五的雨势是最大的 不排除会到达豪雨等级 换句话说 其实呢 要连续八天 全台湾都要湿答答 出现震雨或是雷雨状况 而在周六前 千万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都要严防致灾性的降雨剧烈天气 另外呢路上强风特曝 气象局持续发布当中 这一回这个热带低气压 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来看到的是东北部沿海地区空旷地区 以及蓝雨绿岛都会出现 九到十级的强陷风 也特别提醒 您如果是要行经海边活动的话 千万注意安全 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天气概况 先来关心今天东部 还有恒春都有大雨 不过来看到是明天礼拜一 中南部也开始有雨了 傍晚封面开始接近 礼拜二到礼拜六 这一道封面会让各地 台湾各地都下起大雨 特别提醒您要严加防范 好 另外同步来关心了 来看到是桃园这位三岁小男童 当时恰午跟家人 到中立这一处大卖场来买东西 不过却遭到这位胖叔叔随机给拐走 而且在大西中正公园 后来才被公园的管理员发现 紧急通报警方 还好虚惊一场 经过了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这位身着黑衣的围胖男 警方寻线在新竹 是迅速带到嫌犯 不过却到晚上八点多 才通知家属 延迟四个多小时 家属很紧张 要带男童去验伤 不过警方又不断拖延 他们说打爸爸妈妈手机问 因为没有接 不过呢 其实来看是我们持续来追踪 在大西这个公园找到 家属说他们到晚上才接到通知 真的相当着急 受刑疫情 几个月前 大家不爱去公共场所 不过来看是连续零确诊 加上酒店停业 夜生活 不少人现在选择去夜店狂欢 甚至有业者寄出免入场费 人数大暴增 不过部分意见也质疑 为什么夜店可以营业 酒店就不行呢 好 陈时中怎么回应他说 所有的场所都要符合防疫的指引 而且夜店也要符合基本防护才行 也会请地方的主管机关单位来加成查核 新新疫情舒缓 连续多天零确诊 很多民众是外出放风 吃美食 锁定的就是网美的景点 周末假日墾丁的后壁湖海产街涌进了大批的民众 而且品尝鲜牢 深蒙海鲜 大家都一直狂吃 人潮比以往多了三长 不过再仔细看看 大部分都没戴口罩 另外方山王美咖啡厅 临近海滩 属于半户外的空间 绝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 民众说因为零确诊 可以很放心出游 不过还是会随身系戴口罩 遇到人挤人地方才会立刻拿出来的 独家消息来关心 虽然已经让连续十天零确诊 连三十五天没有本土病例 不过中央还是没有下令能够放宽防疫措施 各大卖场 百货公司业者仍然不敢松懈 就连在户外 环境表演的街头艺人 明明都已经穿着是长袖长裤的表演服 顶着大太阳 仍然必须要戴起口罩来防疫 另外在大卖场 一旦工作人员发现顾客没有戴口罩 也是不放行 就连一般的咖啡店也不让 没戴口罩顾客路内来用餐 只能够坐在户外座位来喝咖啡 相信在高雄天气这么热 体感温度就有37度 但是可以看到像卖场的街头艺人 不但穿着长袖长裤 而且还要配合防疫措施戴口罩 上城台北捷运 乘客必须要戴口罩 不过有妇人疑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戴不住出战前就把口罩给脱了 战务人员上前来劝导 不过他仍然矜持不戴 勋称在进战时有戴 甚至还怒呛说不能对他来开罚 不过根据了北捷最新统计 从4月实施强制戴口罩以来 有多达29万8千人 没有戴口罩被劝导 其中2800人因为拒绝配合遭拒载 即便周末其实全台湾不少 区公所仍然加班赶工 因为纾困案量过大 必须要加速来做审查 当中居然发现有很多有钱人来乱 像是有地产王明明就是包足弓 不过因为没有缴税 居然也能够领1万元纾困金 另外还有存款大户到炒股专家 也因为漏洞领纾困 就怕不少的好演员都来乱 现在卫福部游戏规则一变再变了 忙不破网 防堵资源被滥用 不凡再苦都不是问题 就怕救命前辈不需要的 有钱人滥用浪费社会资源 介绍三张雨萱调不倒 台湾防疫有成 下一步卫福部成长陈时中 将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他这回明确表示说将调账健保费 至于该怎么涨 涨多少 阿中部长说 健保费用调整轻易法动全身 还要兼顾社会保险跟量能付费的精神 由于健保的安全准备金到明年 就会低于1.5个月的健保支出 因此健保费率还有部分的负担 很可能年底前就会来调整 如果以最低2.8万的薪资来计算的话 调账之后健保费可能每个月 会多一杯咖啡的钱 103钱贵大伙已经过了三个礼拜 受害者痛批 北市府口口声声 说要帮受害者讨公道 不过却对钱贵轻轻放 感觉甚至是用引导式 要受害者跟钱贵来和解 从法务局提出的五个求偿方案 北市府积极希望受害者跟钱贵来和解 还说如果不然求偿会旷日费时 不看到到现在 钱贵董事长练台生依旧赏影没有出面 台北市议员罗日常也指出 这包括林森勤贵管理人全人 至少是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更引用北市消防局的答复文 公布了这位神秘的管理全人 就是变态生 有婚变频传 终于天望吴宗信身为罗志祥好友又兼邻居 被问到罗志祥劈腿一事 他用幽默的方式来转移话题 另外对于阿娇跟赖红果 离婚信歌也有感而放 也上扬 现在问题也冲击台湾 有业者表示 美牛原本一公斤300元 不过现在只冲到400元一公斤 而且有钱还不一定叫得到货 这苦恼生意快要做不下去 有人早上开着货车上路 不过贪图一时的方便 违规跨越了曹化线回转 结果撞上了这辆机车 导致机车骑士伤重不至 更让人遗憾的是 瑜伽肉粽老板的妈妈刚好要出病 做儿子的却闯下了大火 天气热细水提醒大家要小心 来看发生了溺水意外 造成了一位十岁的小男童溺毙 地点就发生在屏东三地门 旧桥下的爱聊西旁堤房 当时男童仪仗带着五个孩子 总共四女一男来玩 不过其中一个小女童 误入了深水区 男童为了救表妹 马上游了过去 没想到也跟着溺水 仪仗慌忙当中 先救了四位的女童 等回头看时 十岁的男童已经缠了下去 送一抢救之后 不幸的宣告不至 仪仗掩面痛哭说 其实是男童的生日 本来玩水之后要去庆祝 结果生日变几日 2018年布迪毙模离世 一座贴图收入全部捐给了基金会 而其实当年负责接生 琪琪的医师 他贴文写道 琪琪的父母带着新生儿来拜访 看着琪琪的弟弟深邃的瞳孔 似乎藏着熟悉的灵魂 让他差点泪崩 书宣布辞职 表示在总统蔡英文带领之下 守住了台湾的民主自由 跟改革的成果 而且认为小英需要有更大的空间 做最好布局 而蔡总统随后也透过了脸书 表达对陈菊的不舍跟感谢 认为两年多真的让菊姐辛苦了 不过对于陈菊的下一步 也传出将接手 则监察院长一职 总统府秘书长可能交放苏嘉贤 被解读是银派上位 防疫之际小英未稳定政局 提早宣布苏贞昌留任隔魁 内阁名单也陆续出炉 包含了外交 国防还有两岸首长通通留任 府院党铁三角看似长行 战斗内阁全力要拼正心 连续十天临确诊 指挥中心记者会的现场 摆出了十条 行十的龙虎石斑鱼 官员们喝鲜鱼汤来庆祝 陈时中也透露说 防疫新生活运动示范第一站 选的是卤肉饭店 接下来要带大家出门踏踏青 庆祝台湾连十天 临确诊指挥中心现场 摆放了十条龙虎石斑鱼 每一条都有我手背这么大只 国安在有六十多国加入复议之后 根据最新的报道 大陆已经不再坚决反对 而陆方在世卫组织的非洲盟友 也不打算来反对 因为疫情趋缓 正锦罗密鼓准备要重新开启的 香港海洋公园 今报六月可能破产 超过两千位的员工 面临失业的危机 业展现爱心不分国界 首度跟日本业者合作 在神代川县豆子市免费发放 维酸性电解次力森水 创下了地方自制体的创举 带你一起来关心